我現在不做這些說明 我們等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前一晚宣布取消端午 廉價活到夜間的免收費 面對立委質詢賀成蛋 抛出專案處理的說法 這一次的做法 我們基本上把它當成是一個專案 也就是說就個案的情況 來做分析跟我們的處理 是因為其實端午節 整體的流量比較少 我們這一次才把它當成 一個專案來處理 不過賀成蛋520上任後 宣布施政主州 就是強調使用者付費 端午廉價國道夜間 免費喊咖的政策 22號晚間派版定案 23號交委備詢 卻說這回只是專案處理 以後廉價會再做討論 也引發外界質疑 難道是引發民怨態度轉向 不收費 其實有的時候 反而讓他覺得說沒人在管 他就比較開得快一點 交通部再解釋廉價夜間 肇事件數死亡率 是一般假日的1.4倍 端午廉價國道夜間 免收費確定取消 改祭出客運85折優惠 孤立搭大眾運輸 搭夜車跟自己開車 我想危險性應該 應該我想這個機率都存在的吧 搭去搭夜車之後是不是 我想有必然性嗎 史上首次廉價取消 國道夜間收費 預估將影響30萬夜車族 也讓不少民眾大探新政府上任 連小確信都沒了 記者陳子芬 先文詳李佩萱 李文柯 台北報導 改喬 首次廉業